吸甲犬的新方法 你们见过吗 你看这个客户夹 逼上 尿片 尿片吸法 电钻一响 黄金万粮 又是搞生活费的一天 带了个电视挂架 这二十寸的工具包 打底都有五十斤 所以得小车推着 天天出入的都是高端小区 房子也都是大三居的 吸甲犬的新方法 你们见过吗 你看这个客户夹 逼上 钮片 呵呵呵 尿片吸法 为了吸个甲犬 人们也是无所不由其极 方法是五花八门 其实开窗 偷荒的是最好的 别的都扯淡 客户家是悬空的背景墙 电视是85寸的 为了要把螺丝打到主墙体 所以按电视找了我 悬浮的背景墙 其实见怪不怪了 家家户户都差不多 看着小区的环境多漂亮 再看我的工具也很漂亮 再看螺丝有长有短 一二线城市的人看不懂了 看我的视频都说你们那比都是土豪 是不是都是没老板 那也不是 透露一下我们这的房价 新小区的房子一般都在四千到五千的样子 二手房子那就不提了 惨不忍睹 我们这里小县城幸福指数还是挺高的 大家也经常开玩笑 说在这小县城买一套房 这点房价拿到一二线城市 连个厕所都买不了 你还别说 这是真的 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对比 我觉得都差不多 在一二线城市一年挣五十万也买不起房 在小县城一年挣五万也买不起房 八十座的电视 用一百座的架子 八十五座的电视 给它上一百座的架子 咱们也来个大马拉小车 这是我的习惯做法 如果是小马拉大车的话 那就存在风险了 这么贵的电视 架子上省了点钱 没有意义 在同层也有人异论说 米师傅的工价高 其实我觉得你是没看懂我 这个架子我用的大号 它不需要承包吧 一会儿你得看我的安装 我挂电视五十五寸的 我都给它打到墙体 直接拧到木板上 我从来不干 这也是我对我工作的一种态度 这样打到墙体上 按一个电视 是普通拧在木板上费三倍的力气 但是我能收你三倍的钱吗 怎么可能 电视挂架预主好了 但是你看客户家的这个问题 我们量一下电视底边 到挂架的尺寸 哎 这个线刚好在插座的下边 那如果我们按的话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这是个电视的底边线 和这个平了 这样按的话就压插队 往下放一点也不是不行 可以 这个就是放在这里边的话 插的时候也不是太好插 只能往上扭 移到上面来 移到这个位置 往上移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架子 就是把这个架子往上移 有没有人质疑过 电视挂架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孔 看 这就是它的意义 如果有碍事的地方 就直接可以上下调节 移到最上面之后呢 这个架子整体就也跟着往上升了 再量一下尺寸 35 基本上移到插座的正上方了 看 这是电视的底边 35 以插座的上边 这样我们的挂架呢 就顺利的避开了插座 提到了上边 如果今天带的是个小挂架的话 它没有这么大的余量 那你还提不上去 这个时候你相不相信 这就是天意 客户家是岩板 然后在岩板上打孔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电钻用的是玻璃钻头 玻璃钻头定位如何定位呢 我给大家分享点小知识 首先咱们一把手抓电钻 另一把手就做辅助 做辅助的时候 我们这个手呢 可以拖着这个电钻 然后这个胳膊 这个胳膊就可以靠墙 靠到墙上 这是作为一个支点 作为一个支点 然后电钻不要90度近 要45度 斜个45度 用身体做一个支点 这样在切入的时候 绝对不会出现那种 跑啊滑啊 对吧 可以这样 这个胳膊靠墙 靠着身体 45度我们先给它切一个小月牙 这就是45度切了一个小月牙 当打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慢慢的把电钻回正 回正到90度之后呢 那你就慢慢打吧 这个时候就可以加水了 拿个水瓶 扎一个小孔 可以加水了 别打的时候呢 我们稍稍地给它带点动作 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孔的边缘呢 相当于就磨了一点点 不至于扳磁了 当然如果你是个老师傅的话 这些环节都可以裂掉 直接单手上 深度的话 8公分多一点 用加长转口加深 锅六的螺丝 锅六的螺丝 20公分厂 每一个螺丝的套管呢 都留了两毫米左右 这个目的呢 就是紧螺丝的时候呢 怕它挤压了岩板 把岩板给挤裂了 所以留一点的话 直接会挤压在这个套管上 每个螺丝的平垫呢 我就给它垫到了后边 垫到后边 你从这边看 就能看出问题了 这个平垫垫在后边呢 刚好这个孔大 防止它压偏 前面不是还有一个弹 弹簧垫吗 弹簧垫压到这边就可以了 这个架子在装好之后呢 是跟岩板不挨着的 我们这个纸片子 看一下 每个地方都可能 包括下边也是一样 就是怕这个螺丝呢 会挤压这个岩板 所以给它留了 两到三毫米的分析 从这看 残动力的话更不用担心 我是上不去 行了 关电视 下边锁扣式的是一个拉扇 一拉一放 开机试电 隐藏电线 好了 这个电视就安装完毕了 老体们 拜拜